他來講解課程的時候 我們先把它換一換幾點點 我們的網路會授尋 我們在北環球的法高西亞 鄉下鄉中的設計順序 順序的設計順序 那我們用網路自由來看看 是真的那個 像Hitech 我們Hitech我待會可以稍微演示一下 像我現在目前有連結網路了 就是他可以 他所有的資料圖屋系統部分來講話 其實最大的最多的量 在網路上面 我們是跟Google的圖片可以做搜尋 然後直接在那邊用手寫系統 直接搜尋 他搜尋個滴氣壓 所有滴氣壓相關的資料圖片都會在上面 他可以導致直接 他今天上課需要的一個內容 直接從網路上面就可以找到了 慢慢看 這個就是一個臉線的 滴氣壓的一個 運動 好 就是一個旋轉的臉彈 好 那麼下面呢 我們來做一個軌道 做一個奇蹟的軌道 好 我們這邊從快轉一點點 我們也有身體實際上 這個排球 對 是 被扳起來 好 好 好 現在目前 就是我課堂講了之後 我如何做行程性的評量 我立即性出一個題目 好 老師現在目前就在 擺板上面 背板上面 直接做題目 現在在這邊 那麼老師要問大家 是 我當中幾個點 請問大家氣流的話 他叫做那邊的風向是什麼 好 這是第一個點 這是A點 這是第二點 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三點 這是第三點 這是第一點 請大家懂一下 有綠色的底 有一個直線的見討 在兩下風向 所以這樣子的調是什麼 就是吹南東 鎮南東 有南光北圈 好 我們把這個 你是一樣 馬上出了考題 馬上推送給學生 讓他在停板上面直接做答 做考試 那前二十秒鐘 大家可以完成這個 答案 好 直接答案 我們來看看大家是不是都 直接答案之後 然後同學所作答的 也是都會回傳到老學端 這邊就是已經回傳作業 回傳的考驗狀況 我們挑選是不是同學 來做個比較 那也可以針對學生的考試的狀況 有一些比較值得要拿出來討論的 你可以來做作品比較功能 直接來討論一下學生他所作答的狀況 然後我們進來了 那我們來放大 說明呢 那是三號羅茲運同學的路 大家可以看到 三號的同學 那A1是 所以像是D1 B1 C1 C1 我們來看看 5號同學 5號同學 5號同學是A1 是我們這邊吹 然後B1 是我們這邊吹 然後這個其實不是很正確 所以我們剛剛說有DG是個直線 從下這樣子沒辦法 那C 是這樣子 好 接著來看看 7號的同學 好 他的A是這個方向 B是這個方向 C是這個方向 好 然後 10號呢 他的這個方向 B是這個方向 C是這個方向 好 現在呢 把直線公布正確答案 我們請大家來 決定 由同學自己來做負評 那負評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 再仔細看一下 IRS 也不再是說 這種實體的 我們現在目前 一眼睛到 跟所謂的平板電腦智慧手機 做結合 所謂虛擬性的IRS 盡量來進行一個 投票請 大家來覺得 實體是正確的 同學投票 連選IRS 就會出現IRS頁面 直接可以在上面直接做打 齁 就直接會回傳到 我們來看看 老師斷去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多量幾個 我多量幾個 我大概都認為 3 8 3 4 4 3 5 5 3 5 5 3 5 我們來看看 3 我們來看看 三組真的是最正確的 這個現在目前 喔 這個電書包 我們現在目前 整個 已經有 學校 實際已經建置完成 然後實際在做了 台北市的幸安國小 吳宗哲胡校長他之前是台北市蓬萊國小校長 現在目前掉到西南國小 現在目前已經建設好所謂的電子主堡教室了 另外還有台北市的那個 台北市那個教育大學 教育大教大思想 教大思想也是一樣 他下來這部分來講的話直接也是 他的學生端的平板就可以直接獲得他自己個人的 診斷報告以及還有他需要補強影片都可以做連結 這就是我們現在目前電子書包已經達到我們已經Ready的發展了 Ready的發展 那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有一些像台東市 我以台東市來講的話 台東市現在目前有三間學校 他是做實驗新電書包的狀況 就是像這邊的話 大家老師都知道 像我們尤其資訊組的一個成員部分都知道 就是大鵬國小市章里嘛 他的頭家這些 他們做電子書包 那他之前跟市網是用所謂Enjoy的發展 那現在目前會遇到一些瓶頸 那上次我去拜訪市網的那個 林佑昌林主任跟那一個他的執行主祕 陳銀光陳主祕的部分 他也會提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跟我們有討論到這個 現在我們Ready的發展的時候 他還直接領獎 他現在功能瓶頸也是Enjoy跟所謂微軟 因為像很多老師端的一些教學資料 包含書商本身的一些多媒體的資料 他很多的東西都是走微軟系統 那會碰到一些不相容的瓶頸 那我們現在目前 他們現在目前像幾個實驗學校 所碰到瓶頸部分 就是碰到像目前那種Enjoy平板 會發現到他現在目前只能做到什麼 電子書或只能做Reading 做什麼research搜尋 網路上搜尋一些資料而已 那他沒有辦法做到什麼就是Response 直接互動反饋 這種的方式 甚至我直接評判診斷 以及我直接連結補救 這種小老師這個部分 所以說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網易資訊已經Ready在這部分了 除了從智慧教室 現在目前已經提升到智慧電子書包教室的方式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目前網易一直在進步當中 在這地方 那我最後要講的就是 從智慧教室 智慧尋求教室 我從智慧尋求教室 那時候我特別講到 擴大內需的時候 非常多的學校 那時候建置什麼 醫化專科教室 尋求教室 可是使用率一直不高 那我那天我去拜訪那個大園國小 大園國小他本身台中資訊輔導團的那個 召集就是邱中邱教長 他特別講到 我們的現在目前他也可能有一個ID 他說其實我們的電腦教室 使用率也不高 每一班才排一節 尤其有些算是 算是有些比較偏遠的學校 可能一個連段只有六個班 那六個班 變成他來講他只有排什麼 一個週裡面只有排六節課 那其實空檔的時間在做什麼 就擺在那地方 那我們學校還要付錢維護 要養護這個電腦教室 使用功能力不大 所以說 當你這個HighTeach的整合系統 帶去智慧教室的時候 他就變成另類型的 智慧型電書包教室了 只是他沒有平板而已 他用電腦是一樣啊 只是他沒有手寫 一樣可以用滑鼠啊 所以說一樣的 他給我這個台六個 其實他變成說 通通 因為以前來講 他不管他是一般的 醫化教室 後來要提升為什麼教室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老師很忙 他忙 除了忙以外 還很茫然 為什麼 因為他通常要接受不同的系統 要學習非常多的系統 然後變學習得非常痛苦 而且變使用率就不大了 那我這邊 我下面講就是一個HighTeach整合系統 你從智慧教室 提升為智慧型趣的教室 到智慧型電子出發教室 他唯一一套就是一個HighTeach系統 你全部的學校的不管你多少種的電子白板 你有多少種的不同的操作系統 通一個HighTeach系統全部搞定 所以說全校只要學一個HighTeach系統就好了 所以說完全可以搭乘了 就像什麼無縫接軌 無痛的導入 這就是很多老師一個新生 新生就是一直不斷轉換 不斷轉換 很不人心化 所以說現在目前非常多的學校建置 非常多的學校建置 從北到南 這邊非常多的學校建置 那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有一些學校甚至很興奮 他問我們這個智慧教室會掛牌 你是專業認證的一個智慧教室 我們現在目前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認證的一個協會了 本身老師也叫智慧教師 也會有認證制度 這邊他有接牌 接牌的辦行室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目前的教育部長 他去年他在中東大學 當校長的時候 也是大幅度引進 聽媽的智慧教室 在他們本身的各系所 各系所 那這邊是全台灣 我們去年有辦一個 就是校長的一個所謂論壇 那來了兩百多位的校長 兩百多位的校長 他本身來講的話 直接當場喔 他們學校直接就下定了 我要智慧教室了 有沒有直接受盤 那很多啦 很多的狀況 包含現在目前苗栗縣 那時候是 我上前一張 這個中間這個是苗栗縣 之前前苗栗縣教育處處長 教育處處長 然後現在目前在 國教師 在國教師 也是一樣 現在目前苗栗縣 苗栗縣現在目前是全縣導入 智慧教室 每個學校都會至少會有一間 在國中小這部分 每個學校都會有一間 然後現在目前 福星國小 福星國小他們來講 上禮拜 也建置了四間 福星國小 福星國小是他們 苗栗縣線線往中心 在阿地板 齁 像這 這部分就是 我們這個導入 這個教師 並不是說 我們給一個魚乾給你而已 我們要教你 就是裡面的智慧教師 本身如何釣魚 所以我會成立 所謂智慧教師以後 本身我們會做什麼 幫忙做教育訓練 做研習 研習 甚至培養 就是設定總指教師出來 那我們其實一般學校 都有所謂資訊的 總指教師的一個資訊群 所以他們這部分 可以一併來培養什麼 就是教學工作方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成立了 這不是我自己成立的 是他們自己各區成立的 北區 南區現在目前都比較早 因為他們之前越講是 成立比較早 經過比較多 都已經成立起來了 他們現在目前有所謂 智慧教師 智慧教師策略聯盟 他策略聯盟 他彼此就像說我們的 類似像我們現在目前 就是林桑我林桑 他現在目前用的 就所謂Pullout 有沒有這種 他們本身很多的教學策略 彼此可以分享 彼此可以共同來做經濟 這些策略方法的導入 那所以說以上是我簡略 做個簡略型的報告 那不曉得上面 各位校長主任 以及還有我們 德智慧老師本身來講 有沒有一些的問題 給我們一些指教 這邊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要電視 不知道是不是 他現在目前是用